為了鼓勵青少年暑假期間 從事正當休閒娛樂活動 新冠疫情之後 救國團再一次恢復舉辦 三對三籃球鬥牛賽分區開打 機動室在安樂高中舉辦 高中男生9對女生5對 總共14對參賽 這個冠籃高手推出32年以來 到今年拍電影都很受歡迎 現在籃球是在各種不同的階段 對新年朋友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我們藉此推動籃球的活動 這個活動是優失籃球比賽 這個是全國的一個比賽 雖然疫情已經停了一兩年 沒有期盼 這次持續地在期盼非常棒 也對我們年輕人這次參與的隊伍 能夠藉著自己的地球位友 然後彼此切磋球技 當然表現好的隊伍 也可以參加代表我們季勇士 到我們北部七弟參加複賽 然後到最後參加決賽 我覺得這是非常棒的一個活動 尤其年輕人體力也比較旺盛 讓他們有個活動的正常的 紓壓的廣告非常棒 優勝隊伍進入副賽和最後決賽 爭取兩萬元的冠軍獎金 記者吳俊松 吉隆報導 說明一下 打造 一班 9 1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